帶大家一探 假天的和長村有什麼東西 我剛走在裡面一直有那種 不切實際的感覺 這裡是和長村的眺望台 可以看到全村最漂亮的視野 高山老街 黑鴕牛握手機 我想要把黑鴕牛列為 我最喜歡的和牛之一了 上面這個好像是 淡珠汽水口味的果凍嗎 我剛決定我買500塊這個 可以換6個袋子 美酒 謝謝 不客氣 嗨 大家早安 今天我報名的一日團 要去和長村跟飛駝高山老街 都是我非常期待的行程 但因為比較遠路途 好像要2到2.5小時 所以我就直接報名了一日團 現在是在集合的地方 超級多人 導遊說好像有四台車耶 果然是很夯的景點 好期待耶 經過2.5小時我們終於抵達了 第一個來的地方是 高山老街 飛駝高山 也就是我們前幾天 一直在吃的 飛駝牛產地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去找一個 公川早市 因為它是早市的關係 好像到11點12點就會結束 然後有一家店 我覺得很特別 我就想去 所以我現在就 快快快快要趕快去 因為我們抵達時間 現在已經10點45了 我們現在走進來 飛駝高山公川早市的巷子裡了 其實它這邊好像都很近 能逛的店有很多 然後那種小巷子也有很多的條 我們先從早市這裡 然後後面那裡還有三條路 也是很多人潮會去集的地方 這個早市就是在這個河邊 我覺得還有一點像市集的概念 當然也有一些手工藝品啊 農產品也有 我找不到那一家店耶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收了 它很特別耶 它就是叫杯子咖啡 因為它是用餅乾做成一個杯子的形狀 然後咖啡直接倒在那個杯子裡面 等於它的咖啡喝完之後 餅乾也可以吃掉 好吧 無緣了 那我們往前面走 那裡有三條街 就是一丁 二丁 三丁這樣 最多人逛好像是二跟三 所以導遊是建議我們就 三進去 然後二出來 再回去集合的地點 好可愛喔 這入口就要咕咕死了 現在來的這一條就是三枝丁 我們從山開始逛 第一家要來吃這個飛駝牛沃壽司 結果大排長龍 我要先去排隊了 其實這整條路上有非常多間 都是賣飛駝牛沃壽司 因為那是來這裡必吃的 如果大家比較不想要排隊的話 也可以看其他家 能吃就吃 耶 趕快來吃 它好會放在一個這個鮮杯上面耶 這個是B 然後八百日圓 現在看起來這個牛肉好像也不是說很熟 它還是有一點紅紅的 我之前有上過一集是在民谷屋市區玩 因為民谷屋市區有很多人賣飛駝牛相關東西 但是現在來到飛駝高餐吃真的飛駝牛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 我不一樣耶 它這個我剛剛幾乎沒有咬到筋 然後再加上那個蛋黃一破掉 滑順的口感 我就這樣 哇 很好吃 這個我很喜歡 那另外一個是 它說是非常稀有的 肉質很鮮嫩 雙醬和牛 這個就比較貴一點 這個是一千日元 這邊的肉就真的有讓我覺得和牛的那種感覺出現 可是它又不會說讓你油到爆 我覺得飛駝牛很好吃耶 我想要把飛駝牛列為我最喜歡的和牛之一了 它想烤得有點焦焦的 然後再到旁邊沾醬 然後再繼續烤 幾分是400日元 Thank you 拿到了 蠻快的 因為我剛剛經過是覺得它好香喔 我就決定去買了 很脆 然後比較硬的鮮貝 外面會有醬油甜甜的感覺 但中間這個就是沒有味道 就你的五瓶餅跟我前幾天在民國市區吃到的不太一樣喔 它糰子的感覺就沒有那麼重 因為它不是那麼的Q彈 我覺得它比較粉感一點點 醬油的味道也蠻重的 偏甜沒有鹹的感覺 因為市區的好像有點味噌味 我另外還買了一瓶 飛駝牛乳 就是很好喝的牛乳 所以我喜歡那種比較清香一點 不會說超濃的那種味道 接著我們繼續吃高山布丁亭 趕快先去買 過來快點過來 我已經站好一個位置了 這個座位區超可愛的 就是我們印象當中那種 傳統房子裡面會有的座位 中間還有這個可以取暖的 然後這次買的是雪國布丁 這裡非常有人氣的 上面這個好像是蛋豬汽水口味的果凍嗎 對 很細碎的果凍 來吃看他們的布丁 這些奶布丁奶味非常的濃郁 可是我覺得算蠻好吃的 而且這家店整個很夯喔 大排長肉 它算是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大家一定要往這邊走 喝酒Time 雖然我不愛喝酒 可是這麼有特色的店 我們一定要進去的啦 要先來買代幣 它有很多種 我剛決定我買500塊 這個可以換6個代幣 所以有一邊是代幣 一邊是錢 還要先來這裡買杯子喔 一個代幣 一個可愛的清酒杯 這裡還有寫飛坨高山耶 這個就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選什麼 我就看到季節限定 就決定是它了好嗎 頭銜 按一下 這樣就好了 喔 這真的不錯的菜耶 有喝到就好了 它這裡有比較特別的酒 要到這裡來買 來 這個 美酒 美酒 謝謝 好香 好好喝喔 它是美酒的味道在前面 可是後面還是會留有一點點清酒的尾韻 我覺得這很特別 有一點美酒跟清酒的mix耶 還好我剛剛有發現我差一點就錯過了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喝的 店裡面除了剛剛的飾飲區 當然也有賣很多的酒類 然後往後走這裡還有一個蠻大的休息空間 它這裡蠻特別的 因為它旁邊也有賣一些圖產伴手禮 剛剛走完三丁 我現在走到這裡是二丁 我就這樣繞回去 可是 我時間不夠了 二丁感覺真的只能走過而已耶 這些店家我都只能用眼睛看了 我還蠻喜歡這裡的 可是更短的壞處就是這樣 時間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喜好安排 如果之後有機會再來的話 我想要在這邊住 這附近好像有一些民宿 感覺很酷 就是睡在這種古色古香的地方 我覺得晚兩天一夜應該可以 就比較喜歡漫遊的人應該會適合這種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三丁真的是最熱鬧 因為我現在在走二丁這條 喔 框框很多 山的話也是店家最多的 所以就會聚集很多人 我們現在來到河掌村 好開心 好開心 好漂亮 這裡是河掌村的 跳望台 可以看到全村最漂亮的視野 很多人都一定要來到這裡 喔 現在心情好激動喔 太漂亮 雖然不是在下雪的時候來 但是它一樣很夢幻耶 這邊會有人幫忙拍照 然後我們會拿到一張小照片 跟一張大照片 小的是不用錢的 大的好像是2000日幣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排隊 我買了 因為那個小照片真的超小 它不只是這樣 它把照片說得超級小的 而且小照片拿不到電子檔 難得來2000日幣就花了吧 離開跳望台之後 我們往下了 因為我們要真的走進村莊 帶大家一探 夏天的河掌村有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先走上橋 因為這個就是連通道 走進去就會是村莊的河掌村 河掌村是世界遺產喔 因為河掌造的建築太稀有了 哇喔 真的是同化世界的樣子耶 你看那個三角形的屋頂 這上面是茅草 剛剛導遊有說他們大概二三十年 還是會換一次 然後會做成這樣就是因為這裡冬天會積雪嘛 這樣雪會比較容易掉落下來 我們趕快進去逛村莊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我沒有辦法演示我現在內心的音樂耶 現在要去買布丁 因為這家店算是這裡非常有名的喔 喔 大排長龍 看 門口 有四種口味 450到480 它原味這個好像是卡士達口味 好香喔 它是有點濕濕水水的那種布丁 可是非常的綿密 差不多會跟口水一起融化的那種程度 我覺得蠻好吃的 那抹茶的呢 抹茶味也很濃 可是我覺得算是清香 這兩個我選不出來 兩個都好好吃喔 合掌村真的太漂亮了 我之後一定要來這裡住 冬天的時候來這裡過夜 哇 真的是很夢幻 我剛走在裡面一直有那種不切實際的感覺 真的很像在看故事書 然後我走進去裡面耶 剛剛導遊有說這邊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最大的原因就是村民很團結 因為他們這裡的房子啊 合掌造建築都是由長子繼承 而且他們不賣也不租給別人 都一定是當地的村民 難怪 這就是他們心愛的家園 所以可以守護成這樣 而且在合掌村裡面是完全沒有垃圾桶的 大家一定要把垃圾帶走 我們要當一個棒棒的觀光客 你看快點快點 哈哈哈哈 好漂亮了吧 這就是最經典的合掌村場景 三間小屋 他們三個連在一起 我現在有沒有像小矮人 童話故事裡的小矮人 不對勒 為什麼不說我自己是白雪公主 我要當小矮人 在合掌村裡面除了有一些商家以外 像這個升天假就是有開放大家參觀的 所以我也要進去 跑跑跑跑 在哪 喔 在這裡 Go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我們現在一起去逛神田家 它這邊就是除了有一些商家以外 也有少數的民宅 是有開放大家進去參觀的 但當然也有實際住在這裡的 所以不是隨便都可以進去的喔 然後這邊是要費用大人是400日幣 它要加火嗎 一樓這個爐灶他們好像是中年都不會把它熄滅的 然後冬天的時候這邊其實非常冷 因為其實會積雪嘛 可是它這樣子是會直接通到上面 而且用茅草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可以保溫 所以它的溫度就可以從一樓到四樓 然後被茅草蓋住 這樣子在屋內循環 這裡真的有鞋耶 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我說這裡真的有鞋 欸 這裡這裡這裡 喔 對對對對 這裡是在二樓中間的夾車 他們特別開這個洞就是可以在樓上觀察那個爐火 而且我不懂的是 只有單身的男性可以觀察 結婚就不行了是嗎 我們再繼續往三樓 喔 它裡面有一個很香的木頭的味道 三樓是一個展示圖跟以前會用到的用具們 廚房的啊 還有一些農作的 還有刀子 上面還有四樓 喔 一樣是用具們 可是這個就是更大型的 所以它上面這裡也差不多算是一個生活中的博物館 這裡還可以再上來 這裡好像是最頂樓 哎唷 衝到衝了 可是最頂樓往外看很漂亮 哇 這個景真的太美了 要不是今天羹團我可以在這裡發呆 我現在在跑步洋洋洋 趕回去集合 羹團的外出就是時間都不夠 我只去了幾個點 都沒有辦法好好讓大家看這個地方 但是我太喜歡了 我之後會再來好嗎 我們先跑步 去坐車 成功抵達停車場 Safe 今天這個行程都是這邊很重要的 很多人會去的觀光景點 不管是早上的廢頭高山 還是現在的合掌村 但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超級走馬 看的話我們都只能待一下下 但是好處也就是我們都可以 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邊 因為有時候旅遊的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那麼長 如果你玩過一邊覺得 哇 我真的意猶未盡 我們之後就來深度旅遊 這裡真的太漂亮了 兩個地方我都喜歡 所以我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那我現在就要準備搭車回去名古屋市區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記得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也要追蹤我的IG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 Bye